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啤梨晚報逢星期一至五六點至八點 主持啤梨林匡正 同你分析時事狂追猛打 主持啤梨林匡正 梨寶貞未走 早前還說回來香港住八十幾 八十七 真是順暢 跟著 跟著香港八十幾 好像接著就是城市故事 城市故事 那就不同了 我們86年就當成城市故事上 城市故事就講沙田 那時候沙田應該是八十年代初 就開始有個新城市 新市鎮 而且是很標誌性的沙田 因為交通很方便 有馬場 最重要的是有個新城市廣場 即是那時候八百半 很多東西 所以其實城市故事 好像他們那家人 曾近榮那家人是否住第一城 他有沒有特別廣大 他拍攝了一些景 拍攝了一條城河 城市故事 洗米華有個大佬 好像是溫兆倫 好像有 不知道 溫兆倫 不知道 各位網友 因為溫兆倫做過 洗米華大佬 但我是不是以不容情 我搞錯了 因為好像是有溫兆倫的 發溫的男人 是溫兆倫何美亭 城市故事 香港八幾天是否很紅 他真的太入屋了 那時候是差不多 哪個紅 哪個有話題 所以你不懂得說劉德華 什麼 胡言坊 他是連周星馳 周星馳就不跟劉德華那時候 是紅的 有客串 周星馳那時候還沒紅 86年 是CLAFE 他有一集在城市故事 他做一個滾溝康仔的人 滾溝康仔 即是李承昌 基本上胡言坊 全部人都做過 銀汽小食店 好了 接著講一下這個 上個星期 這些事永遠 是這麼巧合 還是新聞既然這樣一起報道 一不離二不離三 上個星期有班機 是倫敦的飛 泰國 是升航來的 如果你遇見這個 情空氣流 急墜 搞到那個人被釘了 那些人不是因為 心臟病 如果我在這 我也嚇死了 好了 今天又發現 有間卡塔爾航空 也是真的 不是那些 卡塔爾航空 是波音787 客機 大機 是波音787 多哈飛 都柏林 是外爾蘭 又遇到這個氣流 在土耳其 但是 航班都遇到都柏林 安全降落 有六名乘客 和六名機組人員 報稱受傷送院 卡塔爾航空 都發了一個聲明 他說 現在 所有受傷人員都接受了治療 不嚴重 公司會將會就事件 展開內部調查 強調乘客和機組人員的安全 是他們的首要考慮 他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他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在這個聲明裡面說 但是你能夠想像到 這麼大班機 裡面有多少個乘客 沒有說 六名乘客和六名機組人員受傷 說法 我想以後 我們全程圓 戴著那個 為什麼呢 那些飛機 通常 飛機客 在那裡又打飛機 他突然間 在那裡著燈 你猜有人試過 在飛機的 試術上打飛機 一定有 你不用多不多人用 一定有 在那裡偉打不可以嗎 找一條帽子 都可以 你猜有沒有人在飛機上打飛機 一定有 新聞都有 不是風姐和什麼 真的一次了 有 為什麼呢 因為想試一下 想到女兒去試一下 他也想試一下 看著看著看著 那些人都說 那些人吃燈 你先進去 你不要鎖門 我過三十秒 看見沒有太多人 我先進來 到隔壁那條女兒 但問題是很小的 廁所 扎才好玩 你夠位置兩個人 你就貪囑 那一刻扎都好像 動不了那款 才過癮 但是 如果跟著 你出來的時候 你真的要看清楚 你很難沒有人 外面實在有人 帶不來就有人等下 別人了 別人了 你見到兩個人 進了一間廁所 真的沒有找過 我想都有的 兩個男人進去都有 你上什麼 你啊 那時劇咖啡流了出來 那些空姐 都走入機場 跟機師擔 還拍了照 好了 大家要小心 就是 有時候我們看 阿飛機突然穿 安全帶 那個燈 這樣就沒有收回 就是去探測到 可能有氣流 然後你發覺 都沒有什麼了 很多時候 有時候就會有些了 我試過人生 我最害怕的 是哪一次呢 就是那次 日本 飛香港 不知為何 會驚台灣 他媽的 哇 我好像在爬了 我真的 急聚 好像上次升降 哇 我不禁立即在那裡念經 好 念心經又念成 哇 真是不簡單的 還有最神奇的一次 就先說關於沙田故事 說我身邊的人 不要說我太太 我身邊的人 其實他沒有的 他沒有感應 自從 有一個神婆跟他說 說他會做這行 他就好像開了一隻門 有一次跟我搭飛機 我看到他做什麼 他就這樣 這樣 就是這樣 接著他就說 一直降機 有一個聲音 跟他說 就叫他 就是扶穩 他不知道扶穩什麼 就找他放在那裡 但其實那一層機 是很穩定的 我又不覺得有什麼 我剛好回去問一下他 話說說 說開這些 他就說 這是故事 如果住在溺元的朋友 沙田溺元 可以回避 話說 上個星期 我們的住場 鄰著居士 就給了一張照 他說看了一張照 然後他經常都很不舒服 然後他就想把這張照片給15戶看 15戶就說不敢看 然後他就叫他快點刪掉 於是靈雀居士就刪掉了 那張照片 發給你看 我回來一聽 他就說 你媽媽 又想遺症 封雀居士就刪掉了 那我覺得真是無料 現在為什麼呢 大家聽著 這張照片 是我們的網友 給予靈雀居士的 如果這個網友聽到 你發給我 今晚的節目 你發給我 66982429 話說 我們這個網友 我也不知道是男女 面無血色 神色 吊你 毀頹 好像一腳一腳 凋謝了花 就走上來找封水浩 他說原來 這件事困擾了四年 四年 封水浩說 什麼事 他拿電話出來給封水浩看 他說四年前 有一晚 他住在沙田立立川 就是重建築 住在沙田 即是和篤川旁的立立立川 你知道立立立川是舊村 一些行 和邪都可以的 吃東西多 吃東西多 現在是老化了 其實是OK的 現在回想起來很方便 走到沙庭廣場 沙庭中心 乘地鐵 你知不知道有些人在火車站都是乘巴士的 有的 有些巴士過的 有些巴士過 但可能沒有人家 我聽見外面的小巷 呼呼聲 正常 因為很大風 而且以前的公屋不是有個氣窗 如果你把床放到上隔床 其實可以透過氣窗看東西 為什麼會那麼呼呼聲呢 然後他看出去 為什麼有些東西飄下飄下 但是他又覺得有沒有眼花 看清楚 就是人頭 肯定沒有可能 飛頭降 然後他不理會 雖然覺得沒眼花 但你看見這些東西也覺得不可憐 說你不會真的喜歡自己看的 誰知道外面呼呼聲慢慢變成 一天一天 越來越近 突然撞到門 那天他終於受不了了 這個所謂的那天 距離第一次看 可能是半年了 他真的撞得久了 他撞不打算 他會不會上班啊 他開一隻門 開一隻門 鼓勵救僵 就拍咎他 然後撞咎他 快點拍照 而竟然是拍到 噢 這樣都要消毒滿了個照片 功夫 不是 風唱豪消毒 她說是整個人頭 看到 現在我們要看一下 是否 我們要給Geneburns 看看有沒有偏偏做 因為現在Photoshop都做到 好了 其實我叫風水號救他 風水號我叫風水學算命的 我不懂 他不是說會跟鬼講數嗎 跟鬼講數 他就介紹了法科師傅給他 後來我聽到我八卦 原來這個人是中了降頭的 至於是否飛投降派的頭來搞他 不知道 我還在跟進 但是 風水號說他原來想周身不聚財 我覺得真的沒了 我要看清楚 我不是不怕的 我看清楚是不是那些流料吹到那麼大 對不對 好了 所以各位網友 他說不用怕的 總而言之記住 怕的是零嚴受 又或者 總而言之記住 不作虧心事 至於你講到什麼前世的 冤身債重 你沒得怕了 前世我也不知道我是誰 你說我得罪你 我幫到你手的 就幫我手 但是 剛才你說風水號不是法科 但是風水號是有通靈的能力的 溝通到跟那些陰影外界 近來我也在看一本書 是一個叫小詩 小詩的作者 台湾人 其實就是他跟靈體溝通的經歷 但是我看了一半 我覺得他那些東西我真的看過了 最終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等我看完 完成那本書 我才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我看過所有東西 但是這個世界上 是不是天生人和那些 譬如說利用鬼也好 又說守護神也好 去溝通我相信是有的 好了 我們不要說那些 這個我不知道是真是假 不過是新西蘭的報導 新西蘭有個電台節目 都是那些封煙節目 那個節目叫《史上最糟糕的約會》 英文不知是什麼 是不是the worst days 還是怎樣 好了 歡迎封煙 有個女生叫Sherry 就自爆她最糟糕的約會 她說 你知道 因為這些你真的不知道 她是真是假的 她跟她男朋友拍拖了三個月 男朋友經常談及她的父母 一家人感情很好的 她一直期待能夠和她男朋友的家人見面 即是所謂見家長 所以在三月的時候 她參加了她們家族的一個BBQ聚會 即是除了她男朋友和她的父母之外 可能和兒媽姑姐那些 結果呢 不要大鑊了 她在電話封煙電話發掛 原來她認識男朋友的父母 舒晨一聽見她說到這裡的時候 已經立即驚呼了 喂 屌你老母 你不是和她爸爸搞的事是吧 Sherry很尷尬地回答 在公園裡面 野精 當然爆紅了 吸引大量網友留言 當然 節目中沒有說到後續發展 究竟Sherry有沒有繼續她男朋友呢 還是怎樣呢 這些永遠不知真假 如果你發現 你不說女朋友不說她就沒有人不知 你兒子 帶女朋友回來 是自己診過的 就是one night stand過的 真的很尷尬 那個女孩子各方面都挺好的 跟你兒子感情又很好 是不是 少一點見面 但是你又真的搞過她 你會怎樣呢 你最慘的是如果跟我兒子說 我兒子如果真的很愛她 那氣夠你呢 多事 就算她不氣夠我 發覺也不關我爸爸的事 我明白這些事情 但是她可能和我女兒都會感情殺 有條刺呢 然後她罵你 就說你最壞跟我說這件事 搞到我們一散了 但是不跟她說 老實說 如果那女孩子 當她說不是我 是任何其他男孩子 其實就沒有什麼所謂 會今時今日 是吧 但是如果後來那條女兒 跟你兒子說 那兒子 你爹地 你知道 一宗不跟我說 就是糟糕 對 還是索性不說 你是不是喜歡我兒子 大家又沒有說了 那順便去收拾 那兒子 那兒子 再收拾多兒子 那反正你又有些人 那兒子可能生氣 你以前收拾也算了 那時候又再收拾多兒子 各位網友 現在你是一個爸爸身份 你會不會跟兒子說 會的就一 不會就二 其實都幾難的 我想都會說的 真的不知道 但是說了 他們本來看得好 又真的存了錢買樓 真的想著什麼 而他那晚 為何會跟你呢 可能去找找找找找 在酒吧那裡喝一杯 其實你回憶 原來是我扭他的 即是又 即是 講不講 講就一 但多數都不講 很難不講出口 兒子 喂 你女兒在幾個小時 你怎麼知道我怎麼過 你又不會講到這樣的 你和Sherry走過多久 哦 你有沒有想清楚 但是 爸爸你現在是什麼意思 其實 你有什麼想說 咦 沒有 我覺得你還年輕 是不是可以 即是 你很難講得粗 喂兒子 其實 你當然不會說他很好 喂 其實你女兒 我診過了 你女兒這樣嗎 好了 另外 這件事 說得挺奇怪的 在馬來西亞 有29歲的女孩 生意周轉不領 於是乎 就向她的閨密 即是姐妹 8千領得 8千領得說多不多 說少不少 萬三四元港幣 誰知道她竟然發現一件真是離奇的事 根據當地媒體M Star的報道 這個女孩 和她的閨密好姐妹 借了8千元領得之後一個月 她的閨密就追她債 她的閨密跟她說 現在我給你兩條路走 要是你馬上還錢 如果不是 你要和她的老爸討債 竟然是個女兒 竟然是個女兒 你的閨密跟她的老爸討債 當然 這個女孩 覺得很震驚 你有沒有搞錯 你我是你的好姐妹 你竟然是我和她的老爸討債 其他人都很失望 你還能當我是什麼 誰知道 她閨密說 當你是什麼 我老爸好失禮你 我和我老爸討債 對呀 原來他們是亂用 各位 這件事 結果女孩堅決拒絕 然後 閨密的老爸還跟她說 喂 How come you refuse me 吵你了好嗎 吵我幹什麼 喂 為何你拒絕我 我很聰明 吵你了好嗎 吵你了好嗎 好了 你如果不讓我拒絕 我就報警 吵你了 吵你了好嗎 我說你不還錢了 吵 她又不記得了 吵你老爸是威脅的 你還說你的女孩跟別人說 原來你父女是拒絕過的 結果 無載的女子 就向社關平台求助 就沒有說這件事 就問有什麼方法借錢 還回給那個閨密 就慢慢慢慢滲透到這件事出來 結果最後她的女孩也是報警 現在報警 就說希望用法律途徑去解決問題 法律途徑解決問題是合理的 不過錢就要還 但是她那邊呢 哇 又很壞 又亂農 又刑事恐嚇 但是呢 很奇怪 你跟她老爸 拒絕完事 原來你這麼聽話 還要跟她老爸找到客 找到女兒給她老爸拒絕 真是不簡單 謝謝 謝謝